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SS301这款7SAR的卡帕勾工具 这款工具我们打开包装,有一个扳手,滚划扳手,我们将它安上 还有一个2.0的内六角 这个内六角松动这颗顶丝可以调节前面单勾的形成以及角度 根据你的锁参考这条刻度线,这只是一个参考的尺位线 调好了以后可以判读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款工具的使用方法 这款锁左开好开,右开需要反复的点,它反复的掉 我们先演示一下它的使用手法 首先将单勾归位 工具槽对准锁心的槽 插入 工具的定位点顶到位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轻轻的将扳手施加旋转外力 然后逐一的测试弹珠的位置 首先确定一下这款工具对应的锁的弹珠的使为位置 1号位 2号位 3号位 4号位 5号位 6号位 好了我们找到位置了以后呢 我们就逐一的来压放测试 这个时候我们轻轻的给它加力 压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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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弹性的 我们不点 这个阻力弹珠 这个阻力弹珠在手上的感觉是硬的 2号位硬了 点一下 到位 3号位 4号位 5号位 5号位 你看有一点硬 走位的时候走不进去 走不进去 轻轻松动一下左手 让它走过去 或者是右手拧着进去 点一下 到位了 1号位 也是 走不进去 轻轻的点一下 到位了 还没开 再继续找 3号位 变成阻力弹珠了 点一下 到位了 4号位硬了 我们将蛋糕放到 相应的齿位 轻轻的点 左手轻轻的配合 一定要轻 右手一定要轻 好 这个时候 锁心旋转了一个角度 通过 通过这几个 我手里的这几个锁的测试呢 它的1号位都是弓形珠 我们现在将 这个 左手轻轻的松动 蛋糕 放到弓形珠的 1号位置 放到位置以后 左手轻轻的松 右手轻轻的点 这是一个左右手的配合 配合好了呢 直接能点到位 配合不好的话 其他五颗弹珠会掉落 左手松 右手点 好 这个锁就开了 其实这个锁 开了呢 我们也可以判读 也可以通过这个 齿位线的高低 来进行 齿位的 齿深 弹珠深度的判读 这个就是301工具的使用方法 简单的介绍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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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